哈囉 各位馬來西亞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黃子嬌 去年夏天去了一趟馬來西亞 很想念你們 希望有機會再去馬來西亞 跟你們見面啦 因為我其實是一個 不太喜歡講電話的人 我覺得講電話很麻煩 就是要這個時間跟那個timing 同時有空才可以講電話 可是用打簡訊打訊息 我隨時發出去 他有空再回我 那他發給我 我有空再回他 所以現在只要是打電話來的人 我都會掛掉 你留言吧 待會我再告訴你答案 可能我比較幼稚 我還是喜歡很舒服casual 然後pinky的這種粉紅色的感覺 不吃三天跟不睡三天 不如去死好了 讀心術 主持人其實都是心理學 訪問每一個嘉賓都不一樣 你一定要了解他的心 才能夠做最好的訪問 所以我覺得 讀心術太重要了 如果我會隱形術的話 很容易做一些見不得人的事情 不好 這不是得罪人嗎 虛弱就好了 因為VVM我們是有死交的 那舒淇 常常在台上碰到 飛機上碰到 這裡家人沒什麼聯絡 虎臭吧 因為口臭我不行 我受不了 我自己每天都在噴 我很怕講話的時候有味道 口臭我受不了 要輕輕嘛 但你不會去輕這裡 這好難啊 我希望它是遲到狂 購物狂 No 不是說小氣 而是有些東西不需要買就不要買 因為那會是一種浪費 那遲到呢 fine 我可以滑手機啊 我可以睡覺啊 我很喜歡在車上睡覺補眠啊 遲到ok的